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向东 1001页的阿拉丁是哪国人 回答答案是中国人 厦门大学教授潘维康 他长得是像外国人 他的研究发现 阿拉丁这个封面上 穿的是中国人的服装 而且1001页最早在1905年 和1889年版里面都是中国的 里面有金碧辉煌 古色古香的中国古代建筑 一看就是中国 然后你看他那里面呢 出现那个人物穿的服装 都是当时中国人才会穿的那种服装 看看里面的故事 也是中国人的故事 阿拉丁的神灯 看着就像一个紫砂湖一样 可能到了外面以后 就认为那里面是个神灯 1001页的作者 没有来过中国 那他为什么选择 把他这个故事 阿拉丁是中国人 在封面上是中国人 里面的故事是中国人呢 因为1710年 300年前 还有1000年前 海上丝绸之路 包括那个正和下西洋 还有2000年前 西方国家 罗马人 他们都认为 最遥远的 最富有的国家 最神秘的国家 最神奇的国家 就是中国 所以他们会 当时西方 还流行一个书 就是去中国 当时是没有 很早以前是没有 飞机不能飞那么远 只有靠轮船了 坐船 海上的风浪又那么大 所以能到达中国 就好像能把那个 神秘的宝藏打开一样 欧洲历史上有 中国热 最早到达中国 和中国进行贸易的 你像葡萄牙 他那个王后呀 公主啊 手镯都是中国的 然后国王 送给意大利的国礼 瓷器也是中国的 然后葡萄牙的公主 和英国查理二世 1662年联姻 嫁妆陪嫁 中国的 英国女王 她本人是爱好 穿中国的服装 她的宫殿里 也是充满了 中国的元素 当时在欧洲 就是瓷器 一件瓷器的价格 就能换几个奴隶 是非常珍贵的 那种宝藏 王公贵妇 喜欢用中国 那个宫廷样子 那种扇子 在巴黎街头 也出现了中国人的 那种轿子 当时的王公贵妇啊 喜欢穿高跟鞋 她的面料上面都是丝绸 她对丝绸还是比较 比较着迷的 丝绸是上等 上等货 你看她那个在西方欧洲 变大型魔术啊 如果身边站着两个中国人 她会感觉到特别的神奇 1670年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在凡尔赛 建造了中国宫 里面有 青花瓷的花瓶 有丝绸的杖落 有金流苏啊 就是充满了 脑海里充满了 对中国的向往 这就是 当时中国 因为中国当时是 世界上最 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吧 所以就会 有这种局面 出现 所以今天 知道阿拉丁 曾经也是中国人呢 所以下面 就有朋友问说 阿凡提是哪里人 阿凡提是新疆人 然后 历史就是这么 东西的风水轮流转 500年 河东 500年河西 历史就是这么的神奇 也让我们后人 就感觉到 中国在古代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辉煌的 有5000年的文明 在现代 世界的各地 到处都是Made in China 都是中国制造 中国从宇宙飞船啊 大飞机啊 高铁啊 到衣服帽子 鞋子 到那个 龙门吊啊 油轮啊 包括现在的汽车 新能源的汽车 各种都能造 所以在这边遇到的 外国人 包括印度人啊 就给我们伸大拇指啊 在美国你看到亚洲人的话 他都会问 他说 你是中国人吧 就像大家 80年代 可能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问他是 你是不是日本人 你是不是韩国人 到现在 这个日本人 韩国人 越南人 菲律宾 反正是亚洲人 他就会问 你是不是 中国人 这就是 历史在不断的变化 好 今天就给 大家分享 分享这个 1001页 这种 阿拉丁 是哪国人 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愿大家 开心 周末愉快